哈囉大家好,我是Enter 今天要含大家來開箱酷麻的S400這個機殼 現在你看到這個影片應該會是全世界第一部用中文來開箱評測S400的影片 因為目前雖然這個機殼已經上市了大半年了 但是看YouTube上面還沒有其他人用中文開箱講解過 所以影片開始前記得訂閱Enterbox 這個機殼我原本是拿來打算組NAS用的 然後這個細話也想了很久 但是最近因為疫情的關係很多零件都漲價 就算沒漲價了也缺貨缺到完全買不到 搞得我七分八速的 好吧最後只好放棄這個想法了 所以今天主要就是和大家聊聊原本的計劃的內容 這款機殼有什麼特別之處有什麼優點 為什麼會選擇這個機殼拿來做NAS的主機 這邊也和大家先說個抱歉 因為沒有裝上CPU、散熱器等實際零件來測試 所以像是噪音、散熱等 我們基本上是根據經驗來判斷跟評論的 所以相關的觀點請大家參考就好了 S400在KUMA的機殼中是屬於Selenzio的系列 官方是這樣介紹的 Selenzio系列採用極簡且優雅的外觀 針對靜音主機所設計 搭載新音材料以及低噪音風扇 同時維持一定的散熱性能 所以定位上它其實是一台主打靜音的機種 而在此基礎上 我更多的是看到它作為一台NAS的潛能 對了 那關於NAS這個詞怎麼唸 其實按照英文正確批音應該是唸NAS吧 但是我覺得唸NAS的人比較多 而且都是業界的人 都是這樣唸 而且壓倒性的多 所以為了方便溝通 所以我還是習慣唸NAS吧 那首先呢 如果說作為一台NAS最重要的就是 你有幾倍的空間嘛 有幾個可以放幾個硬碟 所以在硬碟的支援上面來說呢 S400預設的空間就可以放下 4顆3.5吋 和4顆2.5吋 而且還有2.525吋的光碟機 那我肯定是用不到光碟機的嘛 所以現在呢 你可以透過市面上買到的指甲 把5.25吋改成4顆的2.25吋 加一加呢其實這樣4加4再加4都超過10顆了啦 所以S400可以安裝的硬碟數量真的非常多 而在機殼大小的選擇上 這個系列有兩款尺寸可以選擇 S400是小台的支援MATX的主機板 比較大台的是S600 它可以支援到ATX 雖然S600可以安裝的PCIe和磁碟空間都比較多 但是S400較小的體積和重量 我覺得是更值得選擇的 因此選擇MATX的S400 那先講個價格讓大家有個概念 S400目前通路上的價格大概是2290 我覺得以我對機殼那麼多要求的人呢 而且對細節也比較催毛求疵 但是S400用起來的感覺我非常滿意 而且硬碟的倍數也比我需求的還要多 所以我覺得2000多塊錢拿來當作NAS的機殼真的是很便宜 如果你是想要玻璃側透版本的 就加200塊大概是2490 對於新手來說也是一個可以入手的範圍嘛 那如果你要更大的ATX就要選S600 靜音版的話是2790 玻璃側透版一樣也是加200塊 所以是2990 都在3000塊的範圍以內 而且側透玻璃板的手轉螺絲啊 它是在機身後方的 而非打動在玻璃上面 所以安全性更好 美觀程度也更高 那選擇MATX的機殼其實在這之前很大的因素都是因為受制於主機板大小的限制 所以在主機板方面我們是怎麼想的呢 其實這中間最後就是一個取捨的問題啦 那我的選擇的結論最後當然就是看到的結果 MATX 所以以下幾個原因和大家分享 首先就是 ITX的主機板SATA通常都只有四個喔 如果你要到六個SATA ITX 也不是也沒有 是有的 可是這個主板的選擇性就小很多了 那 等於就是說你變相去取捨掉其他你需要的重要功能 那這樣就非常的不划算了 那而MATX通常至少都會有六個SATA 基本上已經滿足作為一台NAS 我理想中NAS的一個倍數 那未來還可以透過PCIe再轉接SATA增加四個SATA出來 那再其次就是講到PCIe 這也是一個關鍵的因素喔 因為 ITX通常都會只有一個PCIe可以擴充 其實非常局促 M.2我們這邊就先不討論 因為基本上呢 預設系統就是會安裝在M.2的SSD上面 不會再去用它的 而 MATX它通常都會有兩個PCIe的slot 要安裝Tanky的網卡或是SATA的擴充卡 就不用打架啊 那另外在選擇主機板的時候還有一點是 這次比較特別的 基本上我們完全不用去考慮有沒有WiFi這件事情 因為對於NAS的主機來講 有沒有WiFi通常不是那麼必要的事情啊 因為NAS它自己通常都有很快的對外網路啊 不管是Tanky打5G的這樣子 它直接就連到AP了嘛 那加上這次能選擇的極限的主機板就是MATX 如果還要再加上WiFi這樣東西的必備啊 那選擇信用基金庫被顯縮了 所以基本上這個我們這次就不考慮了 而且呢 有線的訊號其實還是比較穩定的 因此呢 主要這次的想法還是透過主機板預設的 1G的網路可以連線到WiFi AP 那如果速度真的太慢 或是以後覺得有更好的升級需求 像我們最近開箱的WiFi6 那個速度真的非常快 其實呢 之後就用一個USB to 2.5G 或是5G的轉接器到AP 然後 或是接WiFi都是很方便的 那在WiFi的實際的運用上面的 其實主要就是方便團隊所有人在調閱啊 跟查看近期的小檔案 所以全部 就是讓大家走WiFi就可以了 如果是剪輯師要拉素材要拉檔案 其實一次都是幾十GB啦 如果你要讓他用那個1G的網路去連的話 真的會起笑 所以他在桌機上就用Tenkey去連線到這個NAS 那這樣連接有線也不會打擾到其他人 那其他人也不會打擾到他 這兩個就很明顯直接在硬體上就分開了 那在儲存資料方面當然也是有想好 怎樣去避免兩種使用者的需求 去互相塞車 不過這講下去大概時間不夠了 我們下次有試做出來再和大家分享 好所以繞了這麼一大圈 大概就是和大家講完為什麼最後會選擇 MATX這樣的尺寸 以及為什麼最後會選擇 S400的一個初步理由 那接著我們就進一步看 S400的散熱部分 因為這台機器作為NAS 我們是要把它作為黑蘋果 把它作為一台黑蘋果的NAS 所以在處理器方面 我們會選擇用Intel的 MD的 也不是不行做黑蘋果啦 是很麻煩 我不想搞那麼麻煩啦 所以還是用Intel就好了 Intel的問題已經夠多了 OK 而且呢在這個機器上面 我們也不會裝i7 i9這種高階的CPU 了不起 頂多裝個i3 i5就已經下架叫了啦 而且呢 我們也不會裝顯卡 所以整體的散熱壓力其實不會很大 所以有些評論說這個機殼散熱不好 我也不是那麼擔心啦 但是呢 NAS它基本上就是一個不關機的機器 要2470的運作 而且呢 溫度對儲存裝置其實多少是都會有影響的 還有主機板上面的零件啊 擴充卡 這些主要零件 像Tangy的晶片其實它的溫度都蠻高的 因此在散熱方面 就是覺得不要太差就好了 那S400前置 它最大可以放到280的水冷 不過考量這次是NAS的屬性 安全等級比較高 我還是選擇風冷比較安全務實啊 而且呢 預計就是維持原廠的設計 讓它做成一個一進一出的風道 如果以後不夠的話 那我們再加其他的風扇 那前置呢 原廠預設就有一個 Sensio的FP120mm的PWM風扇 後方還有一顆 那總共是兩顆 主打的都是靜音風扇 轉速都是1200rpm的 那在其他靜音的部分 S400其實我覺得也做得不錯 其實它是左右兩側的擋板 都沒有做任何的開孔 兩面都有貼靜音的材質 那頂部的散熱空間 如果移除掉光碟機的話 最大可以安裝到240的水冷 其實已經滿足大部分玩家對於 電腦使用上散熱的需要了 原廠有附兩個頂蓋 一個是針對散熱比較好的過濾網 另外一個是全平面的頂蓋 對我而言呢 頂部這邊就維持平面的美觀就可以了 所以我選的是靜音的遮罩把它蓋起來 那頂面還集成了所有的IOR按鈕 包括開機鍵 USB3 還有SD卡的讀卡機呢 那最後講一下外觀的部分 因為即便是放在桌子底下默默工作的NAS 我覺得如果它顏值還很好看的話 絕對是大大加分 那S400在這點上面就做得非常不錯 前面板完全都是平面的 可以看到它完全沒有其他的元素 看起來就很務實大方 然後也沒有什麼絢麗的RGB花車啊 它看起來像張燈結彩一樣在過元宵節 我真的太花了 它就看起來就是 很近 就是很穩重的感覺 而前面板也就只有一個簡單的酷媽的logo 非常有型非常耐看 接著看到前面板的內側 它貼滿了整面的海綿 可以降低風扇的噪音 而另一邊是可以拆起的過濾網 方便清洗 還有因為前面板沒有任何電子零件 所以基本上你是可以把它反裝 也是可以的 這樣門就可以開另外一邊的方向了 至於其他參數的部分 因為我一開始就打算用蝦翠式的散熱器 然後也沒打算用顯示卡 所以什麼風扇高度啊 顯示卡長度那麽我都沒在管的 這邊就截圖給大家看一下 或是大家可以上網網看一下的這個數據 了解一下這個機殼的 一些 規格 那最後就幫大家複習一下 尺寸上就是有 S400 S600是兩個選擇 然後又分為金銀板和玻璃車頭總共四個版本 那我覺得都可以滿足到大家的需要 希望之後有機會我們還是可以把這些NAS 按照原本的計劃組裝起來 然後和大家再分享 好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裏 記得按讚訂閱 Enterbox 我是Enter 我們下期再會 我們下期 texting 我們下期再見 和大家分享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終於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